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它并购了这个宏达电的手机的部门的团队 那么这是11亿美金当中 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交易当中 宏达电可以拿到台币330亿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宏达电在这一次的发展 大概有几个面向大家可以讨论的 第一个是在过去几年当中的 整个全球的手机市场 在经过这一轮的竞赛 那么现在可以看得出来 全世界的手机的利润 现在Apple是独享最大的一个份额 另外我们也看到 在速战力当中三星领先 那么中国的华为现在也杀出来了 但是在这一场竞赛 大部分的这个手机场 逐渐在淘汰当中 所以我们在这几年看到 Moto的淘汰到Nokia 现在HTC 未来可能也不再存在了 所以现在它变成Google的团队 这一次对宏达电的2000位员工 加入Google团队我想对他们是一个好的开始 我想对宏达电来讲 他一定要开始把手机部门割手掉以后 宏达电如何创造一个未来 我们看到黄雄女士特别讲 她未来希望有一个更花光的20年 但是大家知道 手机是宏达电很重要的创造营收的部门 没有了手机部门之后 宏达电将来靠AR VR的营业有可能很少 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慎重思考 再拿到330亿的现金之后 我们王雪宏董事长应该以宏达电的股东为念 那么现在的宏达电的资本额 大概80号亿1500万 如果说用现金减资的方式 把330亿 那么再用现金减资还给股东 我想对套牢的宏达电股东也是一个交代 那么对宏达电来讲 现在卖掉手机部门 其实它的换现金不是它最迫切的需要 最大的关键是宏达电 它的本业如何转亏为盈 我们现在看到 今天上半年宏达电的本业亏损 事数以5400万 那么它的现金还是处在一个净流出的状态 虽然手上有现金250亿 但是这个330亿加上去是580亿 如果说适当的减资还给元冬 再把宏达电的规模速度的缩小 我想去掉手机部门的这种现代恶性杀戮之后 也许宏达电可以找到另外一个春天 另外我们也看到在这个礼拜当中 那么全世界另外焦点 美国联准会也依告它的升息四次座 现在维持利率不变 但是现在这个联准会要宣布收表 这个收表大致上来讲 我们看到全世界的资产负债表当中 美国从8000亿到了4到5000亿 这4到5000亿 这个不断的膨胀的 它的资产负债表的结构 现在量化宽松结束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过去的全球股票市场 美国的股市六大指数当中 都创造非常大的涨幅 这个你看到道琼指数 现在从6469到22413点 最近股神巴菲特说 100年以后美国的道琼指数会到100万点 他认为从这个6469到22413点 这10年当中 美国股市的回报率达到10.7% 他说未来100年 如果每年只要成长3.87% 美国的道琼指数就会到达100万点 所以这是股神对美国非常 这个美国股市非常乐观的推测 他认为美国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地方 也许100年之后我们都看不到他的答案 但是对股神巴菲特来讲 他维持乐观来预测未来 就是他一贯的特质 所以他的伯克加A股到现在为止 股价还是高高在高档 我想今天我们等一下回来 特别请到陈振华 也请到吴金融总经理来跟大家 好好来谈谈从宏大店的并购 来看台湾在AI当中的半导体产业的未来 我想应该非常精彩 祝福到大家来看看他们两位的说法 稍后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